我就是要讓大巨蛋一定能夠儘快的辦演唱會 一定辦 趕快辦 目前預計在八月中旬 消防安全基金會就會完成相關的檢查 以及各項的演練 我想最快九月大巨蛋的場地是ready的 話說的斬釘截鐵 台北市長蔣萬安主動曝光大巨蛋辦演唱會 可能時間表還加碼透露接下來的一大亮點 目前我們可以確定在十月份 我們在大巨蛋就會舉辦國慶晚會 那我自己個人其實也很希望 也很期待江會可以付出 可以在大巨蛋辦演唱會 因為我結婚的時候跟我太太進場 我們是唱江會的gay out 公開許願敲碗心中偶像唱進大巨蛋 對此江會前經紀人回應 二姐已退休多年 目前沒有付出計畫 不過舉行國慶晚會幾乎見在弦上 傳出幕後推手是由他主動接洽 謝謝各位 大家好 恭喜大家 恭賀新年快樂 由擔任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委的立法院長韓國瑜拍板 睽違十幾年國慶晚會再次回到首都舉辦 據傳韓國瑜指定主義大巨蛋 技能是審查是通過什麼樣的程序 有多少人去做模擬 有多少人可以從這個地底下 10米以下僅限的出口逃生出來 我覺得這些事情都要跟人家報告 議員炮轟大巨蛋安全審查 不能胡倫吞噪 就是要用這所謂的雙食晚會來當第一隻羊 只要這一隻羊鑽過了 後面其他的活動都可以比照鑽過去 蔣萬安又不敢改死罩 然後現在動員國民黨裡面 這些蔣萬安的叔叔伯伯阿姨 來幫萬安寶寶解套 非常沒有肩膀的作為 大巨蛋審查如何解套 蔣市府的做法再被質疑有偷渡嫌疑 靜新聞黃軒室右偉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